好 美國總統大選倒數13天 到底到底門道在哪裡呢 今天加入我們的同樣是 Tubius新聞網的資深記者 珍怡 志宇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 以及男生的粉絲們 大家晚安 好 我們要請教女神了 到底這個美選大家想說 常常都會討論所謂的戒選問題 到底美選有沒有人在嘗試戒選 其實講到不管是說台灣或是美國大選 只要是跟你比較是有點敵對的一方 他就可能會用一些手段來介入 那美國的大選想當然而 不用我多說 我們來先看這個美國情報官員怎麼說 他10月22號聲音就說了 他警告中國 俄羅斯跟伊朗 有意來干預美國的大選 那他可能會透過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來煽動一些對立的語言 來分化美國的群眾 再來是投票完以後 可能會特別去搞一些挑釁啊 暴力的衝突 這兩個就是最明顯的 他們會做的行為 而且他特別點出來說呢 這個挑起暴力衝突這件事 可能會是俄羅斯或是伊朗 會從事這樣的行為 所以他們就跟美國非常的敵對了 對 他特別點出來這個點 但是他只說可能會這樣子 但是他並沒有現在列出來證據說 他們已經做了這個沒有 單純放話而已 對 先來警告一下 警告意味比較重 好 那我們來看到川普 他的川普陣營呢 10月23號他發函給聯邦選舉委員會說 不是這三個地方 不是這三個國家會干預美國大選哦 是英國的工黨 而且他說 你是公然的在干預總統大選 他想說發生什麼事情 他指控呢 他就說 你們工黨派了一大堆志工說 要來美國幫賀錦麗助選啊 這樣的支持就是相當於 外國行為者的這個捐款哦 還說這樣會違反美國的競選財務法 那也講到說 大概有近100名 現任或是前任的工黨的職員呢 會到這個美國的搖擺州來幫賀錦麗助選 那這個東西有點尷尬啦 就是這個 好尷尬 對 那這個英國的首相施凱爾 他就是有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 他先來澄清一下 他就說 我們工黨的成員是每次選舉都會到美國 不是只有這一次 4年前8年前都去過 他們是在什麼時候 空閒的時候去的 不是上班的時候去的 而且他們是以志工的身份 來做這些事情 那路透視也報導說 其實英國的這種政黨制工 也不是只有工黨才有 保守黨也會啊 就支持他們的姐妹黨嘛 工黨我就是支持 比較偏向左派的這個民主黨 保守黨就支持共和黨 這個很合理 是這個有點像是傳統啦 所以就是有人就問到施凱爾說 那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這個 如果假設川普當選的話 美英關係該怎麼辦 對會不會你有點尷尬呢 這樣你去幫你的黨去幫賀錦麗助選 他是語帶保留 他是說他覺得是不會影響的 這樣 好但是呢 跟他同黨的這個 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這個主席呢 艾密利他講說 他質疑他質疑這個活動成效 我覺得講的也是有點道理 我們看他怎麼講 他講說我覺得英國政客 前往美國告訴美國人說 應該要怎麼樣投票 是沒有什麼真正的幫助 話講的蠻明的 我實在覺得他吃了誠實豆沙包 對 他講的話就是要 畢竟你知道這個美國在 美國要移民到 搭這個五月花號到 美國去的 那時候新英格蘭到那邊去 其實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對然後你現在說要過去 跟他們講說應該要投誰 你覺得他們會聽嗎 這個是這個議員的這個想法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到的是 下一個呢 是我們來跟一天一民調 跟大家來講 今天這個民調呢 是華爾街日報做的民調 華爾街日報公佈了這個新的民調呢 川普領先了賀錦麗 然後呢 而且他領先的這個幅度 如果是有三方候選人來看 他其實他只領先2% 如果是我只有兩個人來擇一的話 領先3%這麼多 但是想想看8月的時候 是賀錦麗領先川普2%的 所以這個已經 跟我們前幾天的 講的民調有點類似 開始川普翻轉中了 而且他特別講到說 其實隨著民眾對賀錦麗的 負面的看法有增加了 所以說 這個樣子的增加 反而是選民好像在懷念 川普以前當總統的一些 不錯的政績 所以現在怎麼會變成 舊愛還是最美呢 對 所以就有人在 專家就想說 是不是川普他這個陣營 打賀錦麗的這個廣告 好像奏效了 他把賀錦麗塑造成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塑造成是一個很很左派 然後可能對於民生議題 搞不定 經濟只有我川普最行 他似乎達到了這樣的奏效 所以說你看8月 其實選民對賀錦麗的 正負的這個比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到10月的時候 負面的比數比正面多了 所以打廣告還是有效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我記得是民主黨下的 廣告費不是比較多嗎 對 但是呢 如果說要這樣子來看的話 你花的錢 跟你做出來的成效 其實我覺得是不一定成正比的 大白話一次 他沒有打到點上 要精準投放 對 精準投放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我問選民說 那你如何評論兩個人過去的表現 如果是川普他以前當總統的話呢 認可他的人呢 有達到52% 但是如果說你看賀錦麗當副總統的話 認可他的只有42% 你看差這麼多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一張圖 這張圖其實在之前的這個 講解裡面也講到蠻多 就是選民關心 哪些議題 那尤其是移民 還有經濟還有通膨 這三個其實是美國選民最關心的 結果這三個都是 紅色是川普 都是他領先 所以他把這個議題已經抓在手上了 已經變成包括是移民 邊境經濟通膨 這些議題的領導者 所以當然也主控了整個戰場 對 他這個 不只移民經濟通膨 連這一塊 以色列跟哈馬斯都拿到 對 其實這個有一點 我覺得算是賀錦麗有點吃虧的地方 因為這個有一些民主黨的人是比較左派的 他們其實會覺得說不應該要再去 讓以色列去攻擊加薩這邊 要來幫助巴勒斯坦人 可是目前的拜登政府是他還是有持續提供軍援 對 給以色列 對 那有這些左派人士當然會對拜登政府的 這個情況是就覺得說很不滿 你沒有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會不會跑到川普這邊不知道 但是看這個民調怎麼會發現說 反而是認為川普可以趕快解決這件事情 等於說民主黨在他該有的議題上能拿分的 也沒有拿到分數 對 而且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那這個川普他就可以很快去解決 以色列哈馬斯這個問題 那美國就不需要再花那麼多的錢 去送到以色列去 也可以減少發費 對 那個 這可能是川普得分的點 好 但是呢 赫錦麗油在兩個地方其實是有優勢的 第一個是女性墮胎的議題上面 這個蠻多 不管是中產階級 或者是比較 屬於生活比較底層的女性 都相當關注的議題 而且是不管族裔 非裔或者是拉丁裔等等之類的 這是賀錦麗的優勢 還有當然就是社會安全與醫療 也是賀錦麗的優勢 但是你想想看 這兩個優勢都比不過這 其他上面四個加起來 所以這個是賀錦麗團隊 要需要再加油的地方 不過呢 這個民調他也特別講到了 選民其實認為啊 川普比賀錦麗過於的極端 他可能會做出一些 讓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可測的這個可能性太高了 然後賀錦麗我們剛剛提到 他在墮胎問題上面 是有很強大的優勢 而且如果問到說 誰最能照顧中產階級呢 也是賀錦麗 就是他們可能認為說 川普你只照顧最富有的那一群人 但是我們這個 middle class 的人 都沒有拿到 從你的政策上面獲得到 什麼這樣的幫助 所以民調專家就講說 如果賀錦麗能夠在 墮胎跟中產階級的議題上面 能夠再加大 加大這個宣傳力道的話 是有可能把這個 差距再拉回來一些些的 因為畢竟這些民調 其實他們是卡得很緊的 因為他們都還在 所謂的正負範圍差池內 所以Jeris我就想問你 當然我們來看到民調部分 都是五五波 對 然後雖然主要來決定這一次的 美選優勢的 當然還是搖擺州 但是我很好奇 如果我們從第六感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的第六感到底會誰贏呢 這個第六感這件事情 說起來就很玄了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個人 叫做 希弗 Nate Silver 他是誰呢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美國統計學專家 然後他以前最厲害的就是 分析棒球的數據跟美選 他也是很 我們前幾天有提到一個 知名民調538網站的創辦人 等等 所以你現在要告訴我 他的直覺到底誰會贏嗎 對 因為呢就是他很多人 他寫了一篇文章在紐約時報 然後他就寫說 很多人都一直問他說 你到底覺得誰會贏 然後他就想說 要把他把這場選戰 視為是五五波 如果五五波這邊的話呢 他覺得這是一個負責任的 這個預測 因為根本沒人看得出來 目前誰會贏對不對 對 然後他講說 企業關鍵州 100州都非常刺激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直覺 誰會贏的話 My God says Donald Trump 他就這樣講 可是他後來還是有 給大家打預防針喔 他就說 我覺得很多的這個焦慮的 他是跟有些 民主黨人喊話 對 跟他可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他說 你不應該看中任何人的直覺 包括我的 嗯 很像那個 股市民嘴說 啊我講說 那個明天台積電 我的直覺告訴你 台積電明天上看多少 對 但是呢 你不要相信我的直覺喔 對 就是有點帶給大家打預防針 好像聽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的感覺 有一點那樣子的感覺 不過他至少跟大家分享他的直覺了 對 那他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民調是有在做一些修正的地方喔 因為調查 調查川普 他其實會有一些誤差 就是比如說 他沒有辦法去接觸到 可能的支持者 那他可能要做一些修正 就是說 來技術上面的調整 就是教育程度加權等等之類的 或是說 按照你過去投給誰的話 我們來做一些加權來改變 賀錦麗的民調的誤差的話 就是說 川普呢其實在 因為他的民調被低估了 在2016跟2020年的時候 他的民調是被低估的 要怎麼樣去修正呢 就是要來做一些有利於他的假設 的確 那就再看這兩個 13天來 能不能這些民調的修正跟改變 能夠去漸漸的去反映出 選舉當天的真實情況了 的確喔 美選倒數13天 Joyce都會跟我們一起來密切觀察 目前任何美選的最新進展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